好,我們看立體一 他說如這個圖 那現在這個通有這個電流 這個是一個電流 電流的大小是I 然後他說現在在原點 這裡有一個一小段ΔM 就是有一小段ΔM 他問什麼呢 問說 然後他問說 那這一小段跟SO是重點的 那請問下列有關這一小段 直線在圖中 A到F點 它的這個 磁場大小 比較是多少 那我們知道這個 就是根據第二燒碗電力 就是一個那個 一點點線段ΔL 在空間中建立的磁場 這個假設叫R 那麼這個 根據第二燒碗電力的話 DL在這裡建立的那個磁場 我們叫DV好了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4π分至μ0 4π分至μ0 然後乘以R 平方分至m0 然後乘以R平方分至i 這個R一條 如果取它的大小的話 DV 就是等於多少呢 4π分至μ0 然後乘以R平方分至i dL 3是施打 方向的話呢 就是 dL closeR 是往這個方向 那施打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 DL跟R的方向 這個角度叫施打 好 那現在要比較什麼 比較這五點 它磁場的大小 四方就比較什麼呢 比較後面這一個 因為前面這個是一樣的 就是電流是電流i 長柱是dL 前面這一樣的 不一樣的就是後面這個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首先 A跟C 這兩點它的磁場呢 是等於那個0 就是DV A磁場的 跟那個 C磁場這個等於0 為什麼 因為它的R的方向 跟DL方向平行 所以是夾什麼呢 這個是夾零度 就是A這個是夾零度 C這個是夾多少 夾180 所以這兩個的話磁場都等於 好 然後那個 B跟D 這兩個大小是一樣的 D 這個DV B 它跟什麼 跟那個DV D這兩個大小是一樣的 就R R的話就是5 就是 我這樣寫好了 因為這個I跟DL都一樣 這個我們就不要管它 我們就管後面這個就好 這個長度是5 5平方多少呢 R Sine 90度 為什麼 因為DL跟R的方向 都是夾90度 這是1 對應到1 25分之1 25分之1 就是我I跟DL 不考慮的話 對應到25分之1 然後呢 然後E跟那個F 這個對應到哪裡 這個D E 這對應到哪裡 對應到 這個長度是5 所以5平方多少呢 那Sine多少 Sine西達 Sine是等於這個角度 Sine西達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 就Y座標 這是4出1 就是4出1 所以這是 125分之4 對應到125分之4 對應到125分之4 然後這個呢 這個那個 F的 這個磁場對應到哪裡呢 這兩倍就10 10平方分之1 那乘以多少 乘以3 一系達也是5分之4 所以 所以這個是這個的 那個 四分之一倍 就是四分之一倍的 120分之4 好那現在我們就可以來 比較它的大小 我們看這個A選項 A的磁場量子 大於B的磁場 這錯了 A的磁場等於0 所以當然不會大於B 所以這個選項是錯的 這樣看B這個選項 B的磁場量子 B的磁場量子 他說大於A的磁場量子 我們看這個對不對 B的話是對應到25分之1 那A的話對應到125分之4 所以這個對 這個對 他們長度都是5 不過這個還多一個3型 所以B這個選項是對的 這樣看C 他說C的磁場是0 這個對 C的磁場是0 所以C這個選項也是對的 D的磁場0 D的磁場不是0 D的磁場 D的磁場對應到哪裡 對應到25分之1 他的答案就是 你再把它乘一個I 再乘一個D 所以的話 這個D是錯的 D是錯的 再我們看E E的話 E的話它是說 E的磁場 D的磁場 他會說是F的4倍 沒錯 這1比1分之1 是4倍 所以E這個選項也是對的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B C跟E 的磁場